戰役日報又和各位見面 每天都和戰役的事情 都不能笑得出 不能笑 因為全球大爆發 最金鼎的就是意大利 24小時以外 由現在數到24小時 25至26小時 死了142個人 全意大利的確診人數到3800人 實在是 繼武漢之後 第二個爆發 極大的爆發區 為什麼死了這麼多人 我懷疑和他們打招呼方式有關 因為都是親嘴 親嘴不會的 親臉 馬卡龍也和朋友親臉 現在意大利政府 叫大家改變打招呼方式 不要這樣吵 可能這是意大利爆發很嚴重的原因 第二 對香港人來說最大的問題 就是日本封關 接下來去日本的旅行團 不能去 韓國也不能去 日本也不能去 因為以前餐廳 你脫得徹底 中國人 香港人 經常脫底 他們就很難受 但是現在他們也接受 沒有辦法不接受 日本也不能去 韓國也不能去 泰國也不能去 整個旅遊業 陷入寒冬就肯定了 差不多這三個地方 佔了七八成的旅行團 百里行都封城 盛不成 盛不成 也要封城 還有一件事要說 你說沒有肺炎個案 靠牛的療液和牛糞 頂著的印度 都有一個確產個案出現 真的爆得不精不錯 無人可以行免 怎麽算好呢 怎麽算 我們香港人 我們勤勤手戴口罩就算 怎麽算 沒辦法 然後應該在網上買 拿多些抗疫產品出來賣 然後乘機發災難財 大家都是這樣 出過你的看法 是 如果大家若否糾纏 世命於亂世 你還想怎樣 那是對的 有些行業下來了 有些行業應該可以 從中取離 應該可以 應該賣票白水 賣抗疫 應該是賺到笑的 現在 我們都說幾個項目 剩下的時間 其實對於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多一點認識 就算一點恐懼 第一件事 其實我們整個世界 都在看數字做人 其實現在世界上 真正的確診人數有多少 其實沒有人知道 因為所謂確診的定義 就是你首先要有病徵 進去接受一個試劑的測試 接著你過了 你才是納入那個數字 所以你有疑似和確診 你有兩個數字是疑似和確診的 你不一定要分清楚疑似和確診 你才知道那個狀況 現在很多國家都不會公佈疑似 免得引起恐慌 美國和英國都不開始公佈疑似確診的病例 不是 疑似病例 確診的病例公佈 但我想說這個確診的病例 其實 大家不可以看這個數字做人 其實我想是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因為很多人根本就 像你所說 染了 不知道自己染了 然後康復 但它是帶菌者 情況是這樣 好起來就未必一定是帶菌者 但問題是 現在就是確診 好起來之後 究竟會不會再帶菌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科學上的問題 需要有待解決 但問題是 有些事情 你以為自己不是生病 你不是叫確診 確診是一個 你是一個統計學的名詞 你幻想 只要你不報 你就不是確診 對 對 對 所以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統計學名詞 確診就是統計學名詞 所以假設 現在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地方的死亡率是不對的 對 接著我會說死亡率 所以剛才你講意大利 也不講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那個統計數字 其實 有差跡價值 有差跡價值 但問題是 你必須要再出進一步分析才有差跡價值 譬如說 那個地方 中國地方 死亡率是多少 是大家改作假的 不用說 但問題是 它的增加和減少 你假設它的基礎是相同的 它減少和增加 增量和減量的變動 是有差跡價值的 都會有差跡價值 只要是10 都知道是上了都是下跡 所以無論如何都是有差跡價值 所以問題是 你如何延讀 那個統計數據 這是最重要的 反正統計數據 也不是一個確實的數據 你沒有辦法開朗 只有統計數據 但你可以將數據作為一個加減 你就可以 心裏面成10 或者成100 或者成1000 就各有各喜好 我想中國數字 可能成1000 100 他現在死了10萬人 你如果死了1000 就死了1億人 不是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你死了1000萬人 你自己說 你死了1000萬人 你現在確診了1000萬人 我覺得那個數字 是比較不合理的 就是大家 你講笑是合理的 我們都是做一些比較嚴謹的 不要亂說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死亡率的問題 其實 最高死亡率 就出現了在武漢 曾經去過 用大陸的數字 就是去到5.7% 接近6% 現在意大利也差不多 但其實很多地方的死亡率 都是維持在2% 現在香港 甚至比2%還要低 其實新型冠狀病毒的死亡率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知道 怎樣呢 怎樣知道呢 OK 他有幾個死亡率 你什麼叫死亡率 那個數字 你是 怎樣說 一個自然死亡率 就是自然了 假如你不救救他 你不救入醫院 你死亡率是多少 你進了醫院 然後用呼吸器去做 你的死亡率是多少 你覺得這個已經很大 只是對普通人不懂分析 究竟死亡率怎樣算 香港的意思 這個死亡率 就是假如你的醫療制度 沒有崩潰之下 然後你是正常的診療 就有這個死亡率 香港的死亡率是絕對正確的 絕對低 絕對正確 如果你是那個人 很早發現 進去 有一個正常的診療 就是這個死亡率 香港應該不會有錯 而意大利和美國 美國死亡率是7% 現在為止 是 其實是因為 當他有個死亡數字 就應該是真的 就算不是真的 可能有些無端的死亡 現在很少 但是他的確診數字是少 因為很多人病了不去 或者之類 他很多時候不做測試 你重症才測試 於是他那件事就不真 而武漢的死亡率 當然是他的確診數字 或者所有東西是不見的 但問題是 他的死亡率這麼高 就是因為他有些人 是參加了醫療實驗的 你參加了醫療實驗 你每個人都用了不同的藥去醫 那你死亡率一定高的 你會知道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參考香港的死亡率 就知道 假如醫療制度不崩潰 他的真正死亡率就是這樣 而且是正確醫 你不是進去 那些地方你沒有呼吸機 你去沒有東西 拖延不死 那些方法 那你就死得快一點 那你就死得高一點 那其實是 只不過你們這些人 不懂得去解讀數字 如果懂得解讀數字 我覺得死亡率是很清晰的 用香港參考指標很好 即是說香港這地方 是世界上醫療系統 一個很完善的地方 不用說了 那這裡的死亡率 應該有參考價值 我不覺得這個死亡率 是特別有參考價值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印度人 那你不會覺得 香港的死亡率是太高價值 因為他根本不可以 照香港的死亡率 去得到確實醫療 如果你是作為一個有錢人 你是作為一個印度孟買的富豪 那你可以大概 將香港的死亡率 去作為一個醫療的指標 你可以獲得 假設你這樣 你的死亡率指標 如果你是一個意大利的窮民 或者美國沒有申請到醫療保險的人 或者你是一個武漢的人 你就只能夠用回他們的死亡率標準 所以我覺得死亡率很清晰 你不能夠將印度的鄉村 和香港的死亡率 大家畫成一線 所以我覺得其實死亡率 等於你汽車的死亡率 還是失事的死亡率 你不能夠將一個人 你將死亡率全部畫一完 你不能夠將一個 很小心駕駛的駕駛者 和一個是 整天都醉酒的駕駛者 那個死亡率加在一起 即是說武漢 說錯了 新型冠狀病毒的死亡率 其實都有階級性 其實所有事情都有階級性 我們接著落下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零號病人 現在外國很多傳媒都說 零號病人應該是在武漢出現的 但中國就不承認 現在就說 零號病人當然沒有我們 因為傳說說 有一個老翁七十幾歲 是第一個病發的 在一月頭的時候 好像十二月尾一月頭 現在大家在爭拗 你覺得零號病人是甚麼 根據我的理解 如果你甚麼叫零號病人 是第一個感染 至少它不是武漢海鮮市場 那一個大爆發開始 你不要搞錯零號病人和大爆發 這兩件事的分別 大爆發是在武漢海鮮市場爆發的 但當你在大爆發的時候 當時你會有一個零號病人 即是說零號病人往往不是大爆發的 不是在大爆發現場出現的 其實早於很多時候 即是說那件事慢慢是很小壓的傳播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大爆發傳播 所以零號病人和大爆發是兩回事 如果大爆發就肯定 即是說了在武漢海鮮市場 這個絕對大家肯定了 百分之百 但問題是零號病人是一個很技術的事 你不要將零號病人 即是大家在說技術的事 你不要將技術的事 和一個很社會性或市民性的事 零號病人可以去到很遙遠 我們都說很多病症 根本上是相同的事 是經常發生的 只不過它沒有爆發到 所以你檢查零號病人是一個 學術性 沒錯 是一個學術性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社會性問題 因為關鍵點是有沒有爆發 其實如果沒有爆發的病症之中 很多是零號病人 可能今年已經爆發幾十個 不過只是這個冠狀病毒爆發了 它有去到一個武漢市場 另外一個是傳了幾傳就斷了 所以關鍵點是從醫學觀點才有病人 好 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今天要講的 很多人都很關注 究竟病好了之後是否有抗體 似乎很多人都相信 這是必然的 一般人來說 病好了出院就有抗體 接著就不會感染 其實現在的情況正正是發言給我們聽 很多病好了 病好了 醫治好了 離開醫院的人都會再感染 也有人死了 理論上 病好了 是應該一定有抗體的 是 如果不是你就不會病好 只是短期之中 你是有抗體的 是 但是呢 你感冒病好了 你都會在夜感冒 是 因為你是有另一種感冒 即是你說新型官有病毒 有變種的情況出現 其實是有變種 大家已經證明了有變種 是 而放在方瘡醫院 為何方瘡醫院這樣放 可以這樣做 因為方瘡醫院不是隔離醫院 是大家都已經是病了 因為大家確診了 他覺得放在那裡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是有幾種病毒 就有問題 所以他很可能是在那一處再復發 是做了第二種 未必是因為 現在是懷疑的做法 但病了有沒有抗體 是 大家都很肯定有科學的證據 是有抗體的 有的 有病少 有沒有用 但如果人們用抗體的血漿去做 去打下去去醫療的話 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 你不能夠 如果病了沒有抗體 你醫治的事實上 就不會有疫苗存在 疫苗存在 就是因為病了抗體 所以 其實那件事是合科學的 但我懷疑 那種他患了另一種變種 如果患了感冒 也會再患感冒 但其實那個感冒 即是說今年流行 你要拿三針 三針是三種不同 今年流行三種感冒 所以你再幻想 因為他有了變種 你又會有這樣的可能 其實我們對這隻 新型冠狀病毒的資訊 是每天更新中 好像我們的節目一樣 其實每天都會知道多些 因為我完全都未摸清楚 它究竟是什麼門路 所以 大家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每天看我們的疫情節目 但是 我這麼說 有時候 我也不能不說 我們有時候 因為我們根據那件事 太急出 都會有些錯漏 我們要承認這些缺失 因為 就算是醫學 大家都有時候會出現錯漏 我想我們的報道 都算是最中肯 是的 我們明天我們的說法 一直都不會有政治立場 或者什麼 很中肯去報道 我們沒有政治立場 有階級性 有實用性 是的 還有你的錯漏比較少 所有的錯漏都是由於我 我也有錯漏 好 今天的疫情日報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繼續追蹤疫情 拜拜 不允許 做一兩次的事 好 至於 快 愉快 你 那